什么食物补钙?吃什么食物补钙? 什么食物补钙?吃什么食物补钙? 钙的来源以奶及奶制品为最好,奶类不但含钙丰富,且吸收率高,是补钙的良好来源。 含钙量高,吸收性也好的食物受推入类。 蛋黄和鱼类类含钙很高,泥丘、磅、螺、虾皮含钙也极高。 植物性食物以大豆类制品,因果类食物,如花生仁、核桃仁。 还产品如虾皮、虾、海带、紫菜、带刺骨制成的鱼松、肉松。 蔬菜中的金针菜、萝卜、香菇、木耳等钙含量都比较高。 动物骨骼如猪骨、鸡骨等钙含量很高,但难溶解于水,所以民间通常用骨头汤来喂婴儿,其实这样做并得不到多少钙质。 除非在熬骨头汤时适量加些醋,可使骨头中的钙有少量溶解到骨头汤里,才有些补钙的作用。 一般的粮食如米、面、玉米中钙含量都较少,有些食物如植物性食物,骨类食物中含有过多的食酸和草酸,会使食物中的钙发生沉淀而减少钙的吸收。 例如菠菜种草酸过高,把菠菜煮豆腐,反而使豆腐中的钙不能吸收。 粮食、触禽肉类和水果中钙的含量较少。 食物中的钙在体内的吸收率都比较低,如最易消化吸收的牛奶,钙的吸收率也只有50%, 其他的含盖食物吸收率更低。 可以把小黄鱼制成酥鱼。 做法是,把锅烧热,在锅内放入葱,将铺底,把10公分左右长的小黄鱼排放在上面,加适量醋用慢火炖烂,甚至可以连鱼头,鱼刺都变酥了。 这样,整条鱼都变成了可以食用的钙剂。 高压锅囤鸡。 可以把鸡肉,鸡骨尽量囤烂,囤酥,鼓励宝宝把软骨嚼碎咽下,也能够补充钙质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